一部豆瓣高达7.2分的韩国电影 看得韩国人热血沸腾 这部电影集结了何正宇认识完 朴恩斌 是一部运动体裁电影 拿了国际马拉松冠军 领奖师感到耻辱的 用月桂花折挡住国家标志 获奖发言稿 还是被人逼着念 说你是被逼的 不我是自愿的 这一切都是窝猴子干的 因为那时是日剧时代 好不容易 有了国家了 想为国争光 却被财阀嘲讽 人家是吃饱了撑的 你是饿的轻 一句少年 我看你骨骼轻起 是练武的奇才 被一句我需要钱 我要活下去打扮 没有条件训练 就制作简易的训练场地 反正没有困难 制作困难也要上 当一个人说出梦想的那一刻 就是与全世界为底的一刻 万事俱备 没钱出国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处理 曾经获得的金牌 也变成了路费 被牢外嘲讽看不起 抽水马桶当做了洗脸盆 各种困难都要来一遍 比赛时 甚至都有狗狗也出来阻挡 真想对狗狗说 你礼貌吗 小伙从喂钱跑步 到为国家荣誉跑步 终究获得了冠军 演员认识完 为了诠释好这个角色 体质一度降到了6% 他付出是有收获的 当认识完在最后冲刺时 突然摔倒 过于疲惫的身体 因为节奏被打乱 双腿控制不住地抽搐 甚至痙磷 很明显 这种状态是真的进行 长跑的一定程度 才会出现的 靠演是很难的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一直支撑 他跑下来的 实际上是心中 永远珍视的 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 什么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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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不认识